我們就按部就班來玩 這個是最後看到的結果 然後 其實 他第一步就是要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之後放這三個東西 因為一樣所以你可以複製貼貼貼 然後再來就格式那個表格的框線 然後 再把 這幾 EHK 加上這個 這個前面有個圖示 然後另外的話最後一列 給他這個 就是 如果越低的話 當然給一個綠色的旗 然後再來黃色的旗 他有一個 好像是一個標準 那我們怎麼做了首先第一個呢我們來打開那個範例的檔案 就是EXD01 這個檔案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按照題目要的動作 分別完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有個敘述 然後敘述看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看到設計項目 總共會有一 到 八 那你就一個一個完成 全部做完正確的話 那這一題就 就OK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他做什麼 在第一類跟第二類中間插入一列 所以插入一列的話當然我們就按照他的要求 第1列跟第2列 所以 理論上你要把游標放在哪裡 放在第2列上面 然後插入一列我習慣按右鍵 有一個插入 有沒有 他會在第2列的地方 增加一列 那接下來的話呢 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插入一列說 並在 C2 到12 F2到H2 所以其實 1234有四個範圍 你會發現 他其實都是輸入一樣的東西 就是這三個東西 那C2到12 我們看一下 C 到1 有沒有 F2到H2 I2到K2 有沒有 所以總共有四個 四個範圍 要輸入一樣的東西 我已經輸入 預先輸入好就是這個 Score 跟那個Possession 跟Leader OK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一些 放在這個指定的儲存格上面 當然你自己打 因為我預先我怕打花花時間 那輸入完一個之後的話其他怎麼做 你可以Ctrl C 然後分別把它 再貼上 兩個 三個 OK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根據 題目要的 1、2、3 然後分別 先做一個 之後再貼 再來的話呢要做合併儲存格 合併儲存格有哪些地方 就是 A1到2 B1到2 C 然後到FK 我們按照一個一個來好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 按照題目要的 那我這樣把它放旁邊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可以 第一個就是 A2 就是這兩個 兩個 那合併儲存格的功能在哪裡呢 實際上呢就是在上面的那個常用 的 這個上方 所以各位慢慢習慣了上面的功能可能要慢慢熟悉放哪裡要找得到 所以你先選這兩個 把它按 跨欄置中 然後 B 這兩個 跨欄置中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CE 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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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75 所以其實理論上 Ctrl向下 應該會是到N 75 沒錯 因為等於是底下 最下面一列的話就是第75列 當然你可以按Ctrl向上向下 去移動這個範圍 Ctrl鍵按住向上向下 會比較快移動 那再來的話呢 將儲存格1到75列 等於全部的列 它的列高 改為 這個25 那我的習慣這樣 如果要調整列高 所以 這個列高它是 有沒有包括第一列 它是說第一列到70 所以第一列就這一列 那最後一列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先選第一列 再到75列 點75之前 建議按Ship鍵 Ship鍵是連續選取 OK 按Ship鍵按住 Ship鍵 按住不要放 然後呢 再點一下75 列的地方 這個地方 箭頭 請你放在外面 75的上面 會是一個 一個向右的箭頭 點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等於是說 我把第一列到75列先選起來 那我要調整列高怎麼調整 我的習慣是按右鍵 右鍵裡面的話就會出現一個選項 叫什麼呢 列高有沒有 所以你把列高點下去 那他列高要多少 他現在的列高是16.5 他要是 25嘛 所以把25填上去 那基本上的話呢 這個就OK的 25 Enter 或按確定 那列高就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看到的結果應該是長這樣 感覺好像稍微又空曠一點點 比較不會那麼擁擠 然後 再來的話第五就是設定那個框線 所謂的框線就是因為目前現在 你會發現呢 他雖然有灰色的框線 可是你將來如果列印的時候 假如你用那個什麼 列印啊 你會發現 他其實是完全沒框線的 也就是以Sale預設的話 你如果用印表機印出來的話 是 沒有框線的狀態 所以喔他是希望你怎麼樣 把框線加上去 那要加哪些框線 他裡面什麼 內框線是最細的 那外框線呢是刺出的 所以喔 他還有跟你講說 到底是 哪一個是刺出 他說 如果框線樣是右邊的第五個 然後他說這個是左邊最下面的 OK 然後呢第2列跟第3列是雙線 也就是說第2列 第2列在這裡 跟第3列的中間 這邊這一條線 他要怎麼樣呢 是要兩條線 那要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假設老 你列印看一下 目前都沒有線條 那他就是要我們 裡面是 最細的實線 外面是刺出的 這個 線條 然後呢第2列跟第3列中間這邊要兩條線 這個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